面对突发的重大灾难 失去重要亲友或甚至是战争 无论是否为亲身经历 都会对人造成心理冲击与压力 重大事件带来紧张、焦虑、恐惧、害怕等各种情绪 进而引发压力反应都是很自然的状况 跟荧幕前的你分享舒缓压力的五项技巧 可以分别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增强自己的心理韧性 安、建立安全感、减轻对威胁的恐惧 在面对不稳定、未知或是外界持续变动的情况 建立能让自己感到安全的事物或空间 像是事先做好撤离计划 学习紧急应变技巧 准备进行避难包等 可减轻对威胁的恐惧 透过可以信赖的资讯来源接收讯息 不接受过多的讯息量 避免持续造成压力 静、维持心理平静 避免过度刺激 面对不知该如何解决的状况 先试着将困难拆解成 当下可解决的小任务 先做好当下可以处理的 并做好情绪管理 像是利用观察呼吸 瑜伽伸展、运动等放松方法 来释放压力、舒缓情绪 避免将压力所产生的愤怒 与挫败情绪朝向自己的亲友 而忽略了战争与敌人 带来的巨大伤害 能增加自我效能感 思考哪些是面对灾难时 是我可以做的事 每次完全一件小任务 累积成功经验 都是对自己的鼓励和肯定 并提升对环境变动的掌控感 并参加团体生活 制定计划 共同改善困境 也能一起成长 细 维持社会联系 避免临取所居 维持与亲友的连结 约定彼此的联络方式与频率 用陪伴、聆听的方式 表达爱与支持 避免检讨受害者 帮助缓和他人的压力反应 或是提供资源与帮助 建立社会联系 共同度过最难熬的时刻 望 保持希望 重视当下 在面对灾难时 保持希望和乐观 不去过度思考过去及未来 重视当下我可以完成的行动 同时记得 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展现很多力量了 我们无法预测灾难和压力 何时到来 但可以先预先学习一些 缓缓压力的方法 帮助自己和亲友 应对打断日常生活的重大冲击 拥有更完整的应变能力 台湾临近侵略者 战争是我们很有可能 共同面对的 事前做好更多准备 能减低被侵略的风险 持续关注卧草 开始你的积极行动